大概4千萬 對啊 因為我全裝屏數40 但是它實際內部的屏數是32屏 那算是 32也很大 那這個就算老公寓 應該是 對 這是華夏 就是39年的老公 因為新的公社比很高 對 這個公社比就低了 反正內部的裝潢比較重要 對… 你裝潢1千萬 我裝潢花烏拉皮 對 夠猛 給我們看你裡面還要設佛堂 對… 我是整間都用個規格去做的這樣 好酷喔 好精緻 小A啦 你是擴大營業是嗎 有 這是擴大 妳是在接那個 你說這邊嗎 擴大 妳在接喬星是嗎 大HG很棒 大HG我買不起 真的太貴 真的很棒 對 然後我的全裝 快4千萬 對啊 因為我全裝屏數40 但是它實際內部的 那個坪數是32坪 那算是 32坪很大 那這個就算老公寓 應該是 對 這是華夏 就是39年的老公寓 因為新的公社比很高 對 這個公社比就低了 反正內部的裝潢比較重要 對… 我內部裝潢我大概花了1千萬 1千萬有1坪 1千萬A買來玩吧 對 你室內32坪 對 然後你裝潢1千萬 好無聊它皮 我剛剛看你裡面還要設佛堂 對… 我是整間都用了規格去做的這樣 好酷喔 好精緻 不錯 剛剛住一個多月 對 我剛剛住一個多月 我就接到貴節目的通告要求 恭喜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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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運連連 對 好運 裝潢不錯 現在據說上班族 不吃不喝30年 還買不上一戶台北的淡黃區的房間 好貴 對不對 少說淡黃區的話 少說三兩千萬都跑不掉了 那怎麼辦呢 買房的時候生活就像一場事變 一起向租說NO 買房只是為了改風水 應該是說 因為我在之前的時候 因為我都跟室友住 我之前跟林靜住了9年 好啊 那真的會倒楣 喂 就是從 因為我本身是台中人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第一個台北的家 是在台北車站旁邊 然後那時候入住 好像不到半年的時間 那邊就被迫改建 那種房東他很邪惡 他就是要拆了那個月 然後他沒有跟我們講 而且是對面的房客跟我們講說 你知道我們這邊要被迫拆掉了嗎 然後那時候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那邊要被拆掉 然後後來就是經紀人 趕快幫我們找 房東沒跟你們 就我看到房東就是這樣 要趕你走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立刻就要把你趕走 他不管你 他怕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跟你講 我就收不到這個月的那個租金 對 然後後來有發生到這件事情 就會發現說 怎麼住的房子磁場都怪怪的 因為那時候住到的房子 就是三清半夜會有人敲敲敲 但是旁邊就是一個古蹟的那個 就是專門在存貨的地方 根本就沒有人 地址可以給我嗎 我可以去探險看 新的點 新的點 已經蓋好了 蓋好了 沒有 那邊好像變成一個公園 北門那邊 對 然後後來我們搬到大安區的時候 也是 住到那間房子的時候也是 就是會發現很多事情都不順 然後就是會很容易吵架 對 然後再來就是很容易 因為像我們做這一行 會遇到很多酸民 對 做什麼就被檢舉什麼 然後就隨到不行 然後後來我就是想說 為什麼我們住了這麼多地方 這麼都很不順 然後我覺得一定是跟風水有關係 後來我就請了九位老師 九位 不對 我一次請九位 九位老師 什麼毛三派 什麼通靈的 或者是佛教 就是各種星座老師都請這樣 三堂會神 對 全部都周通派 你比我們大日門錄 算命單元還多了 對 我們應該可以在你家錄一間 九位 然後後來 綜合大家的意見 然後我覺得比較奇妙的是 那一間房子 就是當下老師跟我說 因為我在去年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大的財會破掉 他說唯一化解的方法 就是你要買一間房子 就是把你的財庫守住 買房子也是破財 對 就是一個消災的那個 當房子至少在 全部在 對 報值 對 報值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那個月 我就心血來醜 我就去看了 上五九一去看那個房子 然後那時候一天選了六間 然後跟房仲約 同一天看六間 然後我在同一天 我就決定要那一間 這麼快 就同一天然後看六間 然後就那個 就只有看過一次而已 一面資源就給他開 就是這一間了 快很準 這樣不錯 所以你看房子跟人壽 都還是一個緣分 對不對